在上世纪80年代,只有中国功夫片是少数能与美国好莱坞抗衡的电影类型之一而将中国功夫片推上巅峰位置的,毫无疑问是1982年的那部《空前绝后》的《少林寺》,此后任何一部华语电影的影响力都无法与《少林寺》相媲美,当时为了看《少林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想尽一切办法,他们有人夜里赶几十里路跑到县城去看,有人专门坐几个小时汽车到省城二刷, 有的冒着被辞退的风险,翘搬溜到电影院,当年《少林寺》一亿毛钱的平均票价,创下了1.6亿的票房记录,观影人次达到5亿,同年在香港上映后,又以1616万港元打破功夫片在香港地区的票房记录,至今仍是内地功夫电影在香港取得的最高票房,而之所以这部片子能成功,除了李连杰之外,片中其他大大小小的角色,都是由专业的武术运动员出演,其中一位叫谭宗师傅的人, 对剧情的推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本人名叫于海,也是影片的动作武术指导,整部影片的武术运动员,来自全国各地,少说也有七八个省,能指导他们所有人,于海在武术界的地位自然不容小觑,那么作为七星螳螂拳的唯一继承人,李连杰,吴京的师傅三人合作,一定会在武侠电影界有更多更好的发展, 但为什么最终一代宗师于海,和两人分道扬镳了呢,如今年近八十的他又怎么样呢,1942年时,国内兵荒马乱,老百姓们民不聊生,很多人都喜欢寄希望于一些宗教,来增加信念,于海便出生在山东烟台,一家这样的人家里,父母作为忠实教徒,为他取名为于天堂,希望他能善良,心怀大义, 但后来到了非常时期,为了避免招惹是非,他不得不改名为于海,他十一岁那年,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见恩仇录》发布,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将武侠故事,和历史结合到一起,虽然现在看来稍显稚嫩,但和当时的旧派武侠小说相比来说,已经很让人耳目一新了,虽然此时这部小说,还未与内地粉丝见面,但于海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本,读得如痴如醉,对武术异常痴迷,闲暇时间,还会自己 比比划画,只是没有大事的指点,只能算是强身健体,第二年,父亲见他这样痴迷,就把他送到了七星螳螂拳的传人林景山的面前,林景山是第四代传人,当代武术名家,还有着中原怪侠之称,十年动乱之后,林景山回到了故乡,本想故养天年不愿再收徒,但看到于海的时候,林景山上下打量一番说,这孩子底子好,眉眼间透露着坚定,是块习武的料子,就说你跟着我学螳螂拳吧,果然,林景山的眼光, 在休息期间,只需要他稍微指点,于海就能将拳法和腿记熟记于心,林景山常常教育徒弟,义无止境,学无止境,于海谨记于心,将螳螂拳,梅花枪,陆河棍,大刀,剑术等功夫统统吃透,虽然是最小弟子,却是一个全能型人才,不过在众多功夫中,于海最感兴趣并且练得最好的,还是螳螂拳,为了更能领悟到精神,于海便开始到处寻找螳螂 有时会故意将两只放在一起,观察他们进攻时的特点,但每次都会有所不同 一次,于海索性抓来了上百只,将自己和这上百只螳螂关在屋子里,仔细地观察他们的每一个动作,然后对螳螂拳进行修改和完善 此后,他的螳螂拳越来越精进,也越来越受师父的重视,也为日后参演少林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于海被师父推荐参加武术比赛,在众多人才当中,于海脱颖而出,连闯市省全国三观,最后被山东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录取,成为山东武术队运动员 随后又代表山东省,参加全国各地的重大比赛,获奖武术 随后,他多次任中国武术代表团教练兼队长,出访过30多个国家,所谓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武术运动员了,还承载着为中华武术发扬光大,为我国培养后代的责任 年纪24岁的他,被任命为山东省武术队队长兼总教练,为我国培养优秀的人才 于海和李连杰相识的时候,李连杰还是个十多岁的孩子 当时于海带队出访外国,成员都是在全国武术比赛上有过成绩的武术界精英 李连杰就是其中最被看好的一个,他调皮捣鬼,鬼点子也多 于海觉得他身上有自己的影子,于是对他颇为照顾 两人结下不解之缘,一直到80年,他们才有了更为紧密的合作 那时候娱乐资源匮乏,电影发展缓慢,但少林四的播出一夜爆火,并创下票房奇迹 电影开拍初期,制片方一头雾水,先是请来了香港导演和大量京剧演员 但京剧虽然是国粹,表演意味却过于明显,制片方越看越觉得别扭 这并没有把中国功夫的精髓展现出来,于是又邀请了张新岩导演的加入 张导进组之后,直接将之前的拍《制成果》全部推翻 然后又把整体风格定义为清洗剧,为枯燥的武打剧情加入了很多搞笑成分 这也成了这部影片能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随后,他又将原来的主演全部换掉,换成内地的武术精英来完成此片 在国家体协的帮助下,张新岩找来的武术冠军李连杰、螳狼拳宗师于海 以及从浙江武术队退役的季春花等人担任主演 为影片注入了灵魂 拍摄的时候,因为没有赞助,所以剧组也没有专业的动作指导 于海便自告奋勇,担任片中的动作设计 和片中的演员们合作,一起设计出武打动作 条件艰苦,李连杰直接被冻上了筋骨 于海也在一场骑马戏中意外摔下马背 而导致左手手腕肘不脱臼 当时的他已经40岁高龄 不过为了不影响剧组的进度 他还是咬牙完成了拍摄 果然,电影播出后,他所饰演的谭宗师傅 口碑不比李连杰差 螳狼拳也被更多的人所知晓 在和李连杰的朝夕相处当中 两个人一师一友 于海还将螳狼拳交给了李连杰 所以戏里戏外,李连杰都对他尊重有加 两年后,少林小子又在杭州的黄龙洞拍摄外景 当时正值夏天,每天都要忍着酷热的天气进行拍摄 这让他苦不堪言 好在有同在剧组的李连杰对他照顾有加 后来这对师徒组合,又接连合作了很多作品 似乎他们的组合已经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公认的少林标配 然而,都说不想当导演的演员不是好演员 很多演员都有导演梦 李连杰也不例外 不过这也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当年的香港影视行业黑道横行 李连杰见多了事件的不平等 在拍摄邵氏制作的南北少林时 更是经历了各种不如意 因此,李连杰萌生了自己当导演的想法 他曾试图说服于海跟随自己 但于海认为,跟着张新岩导演 能够更好的武术精神 将螳螂拳的精髓展现出来 于是,因为理念不同 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1990年,对于于海来说 这是最重要的一年 此时的他已经在电影圈打拼了八年 终于,在电影《通天长老》中 得到了人生第一个主角 这部影片是云南电影制片厂 位于海量生定座的 主要讲述的是清朝的故事 这是内地第一次独立尝试拍摄武侠题材的电影 不说复制邵林寺的辉煌 也希望能开创一个先河 但结果却是于愿违 由于内地缺少经验 于海的一身 好武艺 根本没有机会展示 一到他的动作戏 就用类似京剧演员的方式进行拍摄 像极了如今的抗日神剧 再加上故事老套 和香港同期题材的电影 实在差距明显 所以最终于海走红的机会 就这样被浪费 不过很快 他就在创了当年和李连杰的辉煌 1991年 李连杰当年在指导的第一部影片 《中华英雄》 不仅票房一般 而且骂声一片 李连杰因此认为自己不是合作导演 又做回了演员 果然 不久后 他和导演徐克合作的黄飞红 再次轰动一时 而此时 张新岩导演 也希望能够找到李连杰的接班人 以延续传奇 吴京在此时横空出世 主演了功夫小子闯情关 但反应依旧了了 因为此时武侠电影已经泛滥 香港的武侠电影热潮 也已经接近了尾声 这次失败彻底让张新岩失去了信心 不过在袁和平的建议下 他们决定将重心转向电视剧 于是在1997年 推出了影响极大的太极宗室 在电影圈未能走红的吴京 反而因为这部电视剧 成了家喻户晓的动作新星 几乎所有人都把它当成 李连杰的接班人来看待 于海在剧中饰演 陈家沟的太极拳师陈正英 戏里是杨玉前吴京饰演的寿宴恩师 戏外于海也成了吴京的师傅 后来于海又在新少林寺 少林武王叶问中 继续弘扬武术文化 在武侠电影走向衰落后 于海又在电视圈走出了一条新路 后来中国电影行业再次崛起 曾经发生在李连杰身上的事 在吴京身上再次上演 不过即便是如今已经有所成就的百亿导演 吴京还是会虚心的向于海请教 如今于海已经78岁的高龄 身体依旧硬朗 打起螳螂拳来 依旧虎虎生风 但是由于年事已高 演戏已经成为了业余爱好 他也没有明星架子 依旧和老伴住在 济南山东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职工宿舍里 身为一代宗师 于海真的把自己活成了普通人 但这一点就足够后辈们学习了 这里是洞见人物 如果你有想听的人物或者是故事 欢迎留言 我将尽快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故事 我们下期见